打错了 哎呀 打错了 哎呀 逝日阳刚 2010年因翻唱《春天礼》而爆红网络 随后登上各大舞台 成为了炙手可热的草根明星 那么他们与刘大成之间 有着怎样不同寻常的兄弟情呢 哈哈 哈哈 他俩加起来88 加起来88 对啊 哎呀 哎呀 一人两个 你怎么不问几个人 我以为你们是那个 答非所问的 来 为各位介绍一下 歌手组合 逝日阳刚 逝日阳刚 欢迎 大成你应该问您是几个人 哦 我不知道 他就想的 是不是一个房间只有一个人 但是没事 上次他们俩来好像也没怎么猜对吧 是 我们也是一个都没猜对 他俩怎么着我不知道 把大成媳妇高兴在那笑啊 大成媳妇肯定知道 你知道吗 他知道 他知道 我刚才我弟弟在后台看了一眼 他看见了然后他跟我说了刚刚 我老婆也刚知道 我弟弟 对 弟弟看见 告诉媳妇 媳妇都没告诉你 你想想你在家里的地位还有吗 因为我平时我 我老婆也有什么事瞒着我 我能看得出来 是吧 他的眼 我一问他的眼神我能看出来 行了 今天就证明他脸 我就说呀 刘大成同学呀 就是你一个都没猜着 我这是平时高看你了 但他们俩也是 你这88谁能猜得出来 这个 刘刚你跟大成之前关系怎么样啊 你实话说吧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在比赛的时候我们在一起 然后那个那个时候就挺好的 然后我们吃那羊毛鼓光的网子一起 在那个小饭馆里面唱春天礼 没有他呀 有啊 我们是比赛完了 他把衣服都脱了 就光网了也 但是 都比赛完了 我请客那次 羊毛鼓是你请客 都是你 我们那个所以心理的负担都放下了 所以都放下了 哎呀那天 就是冠军和亚军的事是吧 就特别放松了 特别放松 哎呀那感觉一年了嘛 比了一年了 终于放下了 那天吃羊毛鼓 到唱到最后就喝大了 他俩都脱了光网子 我没脱 所以说他们两个说 你所要你的里面 我们不要虚哥了 我们俩组合他俩要组合 真的呀 孩子的房间可以什么都不挂 但是一定不能少了四张这样的地图 他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打开孩子看世界的双眼 他就是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 当然还少不了另外两张儿童知识地图 中国地图 加深孩子对国家各个地区 风土人情和人文特征的了解 世界地图呢 让孩子足不出户 就能看到非洲的金字塔 澳洲的袋数 南极洲的企鹅 超多的新奇事物 知识地图 让孩子对世界的地理历史 发展更深入的了解 这些都能增加孩子的知识面 孩子一眼就能记住 地理学好了 语文历史的成绩自然也都上来了 观看 范首 详判 详работ